哈喽看见音乐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卡糖娱乐旗下艺人,爱家姓Sophia 我和郑文在线合作的小说,摄政王的神医狂飞OSD作品 不纪念通过看见音乐旗下超级音乐发行服务平台金球发行 在5月28日全球上线了,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在准备制首歌不纪念的时候,公司是先让我听了半旧的 然后我一听到就觉得是很古典的中国风的歌曲来的 我没有想象自己是一个侠女,因为那个歌曲里面的那个表达的意识 我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撑着闪子,一个纸闪,在桥上慢慢有细雨 我下次很慢慢找很温柔的一个女生 因为我在录音的过程中,电视也是一直在跟我说 你再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就像跟你喜欢的人讲故事的感觉一样 我知道女主角在惊慌或者是她害羞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兔子 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变成一个袋鼠 因为我少时候很喜欢跟我爸爸去看拳击 然后袋鼠就是拳头很有力很有爆发力嘛 所以如果变成一个袋鼠应该很能打的 我会想做一个侠女,因为以前我看过李岸导演的《长龙卧虎》这样子移在里面 其实女生不一定要招滴滴的嘛,也可以是很难仔细 因为我性格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可以穿越古代的话 我应该是那些会用刀啊,会打的那些角色的 我是很喜欢掌声和呼声的,但是我也很喜欢演戏 因为我觉得演戏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还有就是我知道粉丝也喜欢他们的偶像是多方面的发展 所以我在每一个方面都会尝试尝试,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框 可以想一下多尝试一下不同的表演方式 又或者是几年后,观众喜欢我,去哪一个方向比较多 我就去哪一个方向,然后用试尝来看喜欢我哪一个方向吧 音乐还有影视上面,其实我挺希望自己有一个代表做的 就是以后人家提起我的名字,卖家心里会想起有什么作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 大家好,我是麦家欣,祝你们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Sophia,祝你们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Sophia,希望你们生活美满 大家好,我叫Sophia,怎么样? 大家好,我来自澳门,我来自澳门的卖家幸 还有我是2021年全力冲刺的麦家姓